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在这个节目之前呢,给大家做个白化佛法的,十几分钟的白化佛法节目啊 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学佛当中,不能了解正确的道理,也不能让这些正确的道理付诸于行动 所以,他们就会不能在内心求得永恒的安详和宁静 所以,学佛人要寻找真实的心态和内心的智慧 要寻找一种真实 这种真实就是让自己能够心安理得 能够让自己聚敬 很多人 为什么学不好 他因为没有智慧 这是表面的念诵经典 象征性的外在的行为 而不能正确的进化自己的心 所以,没有念心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念经就是念心啊 你的心没有进化 你哪来得到这个静果啊 我们说,干净的果实啊 所以,人为什么会看错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他内心不干净啊 所以,智者是了解真理 因为他遵行真理 学佛人 因为想了解真理 因为他想知道般若 所以,能够学到一个真理的含义 实际上要靠着内在的理解 悟性和真理的实践之理 所以,很多人说你学佛什么都懂 但是你没有用在你的实际行动上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心 所以,你没有一切不良的因子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自我啦 愤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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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理解了这个修行 你应该乐在其中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打坐 你独坐在那里 自己一个人 别人从你的行为当中说你是很孤独 实际上 学佛的人 他知道我的内心正在清静当中 我正在调愈自己的身心 我非常高兴的在安静的生活当中 观照自己的一切 这就是人对一个事物的理解的不同 因为每一个人对佛法的理解都是不同的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而做事 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 想一想睡觉用掉多少时间 想一想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花掉多少时间 再想一想等到年纪大了 想做什么 没时间了 想去做功德了 又走不动了 各方面都把自己的时间安排掉了 其实一个人一生几十年的生命 再勤劳的人 他也就是做了三分之一而已啊 你怎么样能够用智慧 来探讨和学习人生的真谛呢 你怎么用毅力来安排人生的时间呢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生命非常短暂 要加紧脚步 快速前进 很多人还在拖泥带水 很多人还以为自己可以这个前脚落地 后脚呢 还会跟上 所以昨天的事情还在今天做 今天的事情昨天还在做 把自己的心神专注在昨天 永远过着昨天的日子 学佛人应该昨天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把自己的心神专注在今天 行善要及时啊 功德要持续啊 要像烧开水一般的 没有烧开之前 千万不要停火呀 否则从来 这是什么概念呢 所以经常说的 你们要有慈悲心啊 因为慈悲心就是你内心的清凉地啊 大家要知道啊 慈就是让别人快乐呀 悲就是有同情心啊 能够谅解 容忍 在人间表现一份宽心 也就是悲心呀 而有的人呢 整天小聪明 所以聪明的人 得失心非常的重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有智慧的人 勇于舍得 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一些私利啊 今天活在得失心当中 哎呀 今天我得到了 开心 明天失去了 我伤心 他的心怎么能够安静啊 啊 因为他永远是想从人家身上得到更多 而不是 而不是自己要舍 所以很多人根本做不到无我利他的境界 整天在怨恨啊 苦恼啊 啊 贪欲当中 啊 怨恨当中 啊 在在拼命的寻找着自己痛苦 让自己的心 啊 这个变得越来越难受 啊 我们在人间经常 哎呀 突然之间喜欢这个物质 或者喜欢这个人 你们要记住当你喜欢之后 你的偏见就产生了 因为你喜欢 你就会怕失去 对不对啊 因为你恨别人 你的偏见就会产生了 啊 你恨了别人 你慢慢的就 啊 痛苦产生了 所以 学佛 不可以懈怠 不可以无止境的这么 让自己懈怠下去 应该急速做善 制止自己心中任何的恶念恶心 啊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句话 你们要记住 如果怠慢 啊 心中怠慢 去行善 啊 实际上 你本身 已经在行恶了 因为你对 行善 怠慢 没有积极的去促成这种善业 你已经在行恶了 啊 所以 想不作恶 你就要积极的去行善 想拥有智慧 就要精进的去努力 所以希望大家 在恶业没有成熟之前 赶紧的用善业 啊 去慢慢的 啊 消除自己心中的恶业 师父告诉你们 一善且百债 债就是我们心中的恶业 善良就是我们的善业 所以 好好地学佛 你才能 善始 善终啊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 非常 感谢 听众朋友收听 好 那么 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好好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